各位車友大家好 現在為大家介紹的是奧迪Q38U安裝原廠盲點增測器 它是做燈盒式的 它是在後照鏡上 你可以看到那軟黃色的長方形燈條 隨著偵測到來說 它會透過燈光的閃爍來提醒我們駕駛站 我們現在就慢慢的燈在操作 當你打方向燈的時候 我看到盲點增測到一支快閃 非常的清楚 尤其是台灣這種厚劣的天氣下大雨 它都可以讓你看看 不像一般的鏡片上 那個圖示那麼小 我們它偵測的距離非常的遠 那它原廠的時速15公里以上就開始偵測 後方的速度只要比你快 盲點偵測就會進入到 就開始運作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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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各位車友大家好 現在我們為大家進行 奧迪Q3原廠盲點增測系統 在路上的測試 那奧迪Q3它的盲點的指示燈呢 跟Q3一樣 也是坐在霍視機的內側 那一樣 時速要經15公里 原廠盲開的增測 你打方向燈 它一樣會開閃 好 但是它沒有使出輔助的功能 那範圍的話 我們剛好也利用晚上這個時間來測試看看 現在我們左邊要有來車了 它的距離 原奧迪的盲點雷達距離也是一樣非常的遠 好 它不像那個 我們福斯啊 它有選單 它是直接做開關在 這裡